看這題,它有質量分別是2公斤 跟3公斤的A-L兩物體間 以細繩把它連起來,放在光滑的水平面上 繩子能承受的最大張力是6牛頓 這是6牛頓 我們現在來看,經以水平力F的拉A或拉B 何則不會使細繩斷裂 我們來看看A選項 10牛頓向右,向右應該往這邊拉 L等於10 假設它如果沒有斷裂的話 那張力應該是幾牛頓 這個張力不能超過最大人獸的張力 這個算出來如果是超過它的話就會斷裂 如果小一等於它的話就不會斷裂 這個向右拉的力量 如果16頓的話,那交度多少? 交度就等於10除以多少? 除以5 交度2 那交度2的話,我把對象釘在這裡 那這個T 就等於MA 2乘以2 這個等於4牛頓而已 4牛頓沒有超過6牛頓 所以這個不會斷裂 再我們看B選項 B選項 B選項它說15牛頓的向右 那15牛頓 A就等於15除以5 等於3 那麼這個張力T 就等於MA 2乘以3 剛好不會斷裂 這張力剛好是達到它忍受程度 剛好不會斷裂 A 按照我們看看C 所以這個也不會斷裂 C的話,它說16頓向左 16頓向左的話,那交度多少? 這交度A齁 就10嘛 除以5 我剛剛算不過了 這2 那因為他偶這邊運動 我把對象釘在這裡 那這張力多少? T等於MA 3乘以2 等於6 也剛好不會斷裂 所以這個不會斷裂 這樣看D 15牛頓的向左 15牛頓往那邊 所以它的交度 這剛剛也算過了 15除以5 等於3 好 那因為它往那邊移動 我把對象釘在這裡 這張力T等於多少? T等於MA 3 那乘以3 這9牛頓 9牛頓已經超過6牛頓了 所以這會斷裂 所以不會斷裂的是AVC 這兩個恰好不會斷裂 這個是不會斷裂 這只有4牛頓 所以答案選AVC